首先要讲的就是一个,很多人搞错了俱乐部的性质 俱乐部和办公司是两回事,首先要确定一点 就是说,你办公司,那也得是脱产,公司本身有法人 有监视,你公司最起码有一个两个三个人脱产办公司 那么公司又不直接是俱乐部,俱乐部是什么? 在我们的实践中,俱乐部是公司的一个项目 就是公司和你的客户之间的一种关系 你这个公司生产什么服务? 生产一些信息服务,人力服务,就你的客户和你签相应的合同 这个合同我们把它叫做俱乐部项目 你是这个俱乐部项目的一个会员 那么这群由这个项目的会员组成的一个客户群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客户的俱乐部 对不对?而且它是个常态的 我们通常会说你有一个公司 比如说你是个团建公司 你就可以举办下令营 团建的下令营或者就是团建 公司就是给别人搞团建 然后你在团建过程当中 这些人是不是相当于是这个团建的成员? 所以呢 你要搞俱乐部 全体你有一个相应的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不是说 你自己公司里面一群人就叫做俱乐部了 不,你公司里面这群人呢 是个公司成员 或者说是公司的朋友 这个公司实质上 你可能就有法人和 可能就是没有这个雇佣关系了 但是呢公司是会和一些个人合作 你有一个公司的名义 虽然其他几个人 比如说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 核心朋友圈里面几个人 不是公司的成员 但是呢你和这公司发生关系 你帮公司去买东西 帮公司提供各种法务财务的一个工作 还有你本身就是说你们两三个人 比如说是有台车 相当于像是个合伙去外面拉货的 或者你两三个人是合伙是外面接活 打工的做工程的 那好了那这两三个车 两三个人的这么一个合伙 可以和公司啊 你不签合同也好 你可以有些口头的一些民事关系啊 口头上他帮你这里拉几个人 那边帮你修一堵墙 修一下水电 你可以口头约定啊 或者说纸面上约定 不需要非常严格的合同 那么这些人呢 他不是俱乐部的客户 他们是俱乐部这个项目的项目组的工作人员 或者说这个这个项目他委托的外面的合伙来过来帮忙提供服务的 就相当于你搞团建 你这公司搞个团建 你可能那边去请你人家司机接一下 那边请个厨师 搞一下 这司机这个厨师可能不是你这个公司 不是你的团建公司 是临时雇过来的 或者临时请过来的 情况是类似啊 所以俱乐部是俱乐部 公司是公司 俱乐部是公司发起了一个项目 俱乐部里面的人是这个俱乐部里面的这个会员成员 你公司能够和哪些啊 机构能够和哪些啊社会企业单位谈下合作 那你就可以给这些人提供什么的服务嘛 比如说我的公司和我自己的一个餐饮店 有长期合作关系 那我的公司的俱乐部项目的客户 他就可以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饭 比如说我的公司和我自己的文具店有合作关系 好嘞啊 那就是说那我这个我的公司俱乐部项目里面的会员就可以去我的文具店里面 啊去干活或者就做志愿服务啊 不是干活体验生活 是这么一个关系 希望你们弄清楚啊 都明白 然后这个在法律上是 不 不是很比较好理解的俱乐部是个项目啊 这执青俱乐部我们是执青项目 呃然后俱乐部会员的这个合同是和这个公司签的 是和公司签的 如果就是说你刚毕业的学生 说要走俱乐部模式 其实你走不了的呀 你们就是说你独立开一个公司 那就需要承担这个公司的地租啊 还公司的各式各样的开销 呃这个东西我们我们我们不出指导意见 是因为我们默认这是社会常识 你可以问你爸爸妈妈 我默认这是社会常识 就是说 我们从来没有说俱乐部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 或者一个机构一个单位 我们从来就是说它是一个执青项目的 你也可以把它叫夏令营 我们不是夏令营 你可以叫执青项目的就会员群 你可以不叫会员群啊 也不不叫俱乐部啊 但是你总要有一个 总要有一个合法的实体 市场实体和这群人要有合同关系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 普通普通的你你只是一个学生 是搞不了这个东西的 而且我们说的俱乐部本身不是让你挣钱的 或者我们我们这样说 对于俱乐部的客户来讲俱乐部不是让他挣钱的 最多最多是让他省钱的 但是是让他花钱的 你明白吗 你没办法用俱乐部挣钱 俱乐部是你在这开派对啊 消费的啊 花销开销的 你最多最多通过俱乐部项目 能够支持你这个公司 有一两个人他可以脱产 你自己得去工作啊 这没有解决你的就业问题啊 我从来没有说你一个学生小组 临近毕业代业状态 然后你就要开公司开俱乐部了 我从来就是说 这是一个可取的方向 就是一条路 这是一个方向 等到你们都找到工作挣到钱了 找不到工作去打工反正挣到钱了 你们在消费的时候可以抱传消费啊 这样可以省钱 通过俱乐部的形式来省钱 那你这笔账 你算了最后你得省钱那些 你是俱乐部里面的成员 这个成员的含义非常含困 你到底是工作人员还是客户 还是志愿者 是公司工作人员 还是外包的司机啊厨师啊这种 临时的工作人员 那临时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界限就比较含困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东西能给几个人发工资啊 最后呢大概率啊是给你公司的长设的 就是长设的工作人员自己都可能可以不给自己发工资 我苦一苦自己 但是呢临时要过别人过来帮忙的 就有这个帮庸性质的啊 司机的厨师你肯定要给他发工资啊 俱乐部是花钱的地方啊 啊对于一般的俱乐部成员他是过来消费的 那你俱乐部本身要给这些消费者提供 合格的服务啊至少不能太磕成吧 对吧 你得有合法场所 如果人多了你还得去去本地的公安机关要去报备 那是这样我只说这这这是可以搞的 没人说不准你们搞 但你得有合适的主体啊 没参加合适的场所啊 你说我这里要有集体活动了 而且这些准备工作也先做好 为什么有的小朋友就觉得看我的视频 我说可以搞俱乐部 那你就必须搞俱乐部 从来没有说必须搞俱乐部 那我是想像 这个时候我们就脑子里面就是 几个概念 现在是不含混的对不对 俱乐部和公司的概念是不含混的对不对 好 那我们继续想 那你 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这样讲吧 就说那你这几个志同道合的走在一起的人 到底叫什么 我看了你可以叫创业团队 你这几个朋友和这个一个合伙的天然的一个合伙 抱团的创业团队 还有其他事情 共同有的时候做一块 然后出行出去玩 所以我有点 你们这群人应该把自己叫做是一个朋友圈 紧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圈 一个朋友圈 他的关系 其实是高于你们的公司之间的关系的 对 因为你们能做朋友是因为你们相互之间在理念上还认同 人生价值观上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这个人生 追求上还是有比较高的一致性的 既然如此 你不能一刀切的 不能一刀切 你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闹到最后做成朋友 好吧 开公司的那个当法人的那个 实际上是承担风险的 法人是承担风险的 他并不是说有很大的权利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你具体那个计划部项目怎么展开 可能具体的劳动者 具体的能够去 护棚引拜引到流的 反正就是能跑客户跑下来的 跑场所跑下来的 把活动留成一个做好的 继续统筹的人 他不一定是法人 法人很有可能是背锅的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河头里面有瑕疵被人钻了漏洞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有人打着你的旗号 反正最后就是说你这个公司有法律责任要承担了 那法人倒霉 反正代表啊 公司本身是个法人 这个法人的法人代表 法定代表 他背锅了 这个都是比较含糊的一些界限 但是我们脑子里面要明确有这个界限 你们几个人是朋友圈 是一个朋友圈 那是一起 如果创业那就是一个创业团队 如果不创业 那就是大家就是生活中比较紧密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这些比较紧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出去一块去玩 一块去锻炼身体 一块去整整 这不能叫俱乐部 你懂吗 因为你不是你自己公司的客户啊 对不对 你可以说你是这这公司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私人朋友 这个在名义上说的清兆 你几个人说办了个公司或者没办一个公司 都没办一个公司 这种状况是呀一起玩一起锻炼身体怎么样 这只能说是一个朋友圈日常生活 你这几个人是好朋友 七八个人哪这十几个人 你们这群人是好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们并不组成一个合法组织 并不是一个注册了的一个合法组织 不能以这个组织的名义怎么怎么样 你们并不拥有一个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在法律上 在我们的设计框架里面的性质是 你们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一部分人去成立的公司 一两个人成立的公司 然后呢再有两三个人在这个公司里面是正式员工 其他人呢各显神通为这个公司提供各式样的支持和帮助 然后呢这个公司就可以去产出俱乐部项目 这个俱乐部项目呢再可以让你更广泛的一些成员过来消费这个项目成为你的客户 了解 你一些外围的就前面这可以可以有重叠 你就是不是公司正式成员 但是你可以 你比如说你也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反正公司的工作人员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个紧密的一个朋友 那你这个朋友当然可以寄给公司帮忙 也买公司的服务对不对 也成为他的客户 自产自销 但是这个字不能包括到公司的法人本人 你说我我我给我自己搞一个俱乐部注册一个俱乐部会员 没必要对不对 虽然虽然他们给我搞了会员号所谓001 但是其实我不用掏钱呢 因为我是这公司法人 我自己跟自己签合同 神经病 你们明白吗 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可以这样成型的之后呢 这个过程当中 脱产的就那公司里面正式成员的几个 其他人是去找工作的 就干活赚钱的赚了钱之后去养这公司 说穿了把这公司像你家一样养着他 这公司是我家 ,你是这公司的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他客户 你如果说回来养他 那养他的方式是什么 养他的方式是你去买这公司提供的这个俱乐部的一个项目 去买买这么一个服务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面 什么他有餐厅啊 或者他有一些户外活动啊 运动啊 这里面都是有工作人员去组织的 就是都是花钱花耗费精力的 有专人去给你生产的服务 你去消费这服务 他是价格比市场价格 越便宜一些 或者说就算他价格差不多 但是他质量有保证 或者说你更能直接的 这是个直接的消费关系吧 你可以直接的去提意见 直接让他们优化 因为你也是个朋友圈里面的人 你可能今天你还帮他这个修下水道 明天你就跟这个这个这个公司雇了一个司机 请那个司机的一个出去玩了 你同时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帮助者支持者也是他的活动参与者 但是你们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关系的是可查的 这样你平时去打工挣钱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月有这么几百块剩余 你就来支持这个公司不就行了 支持这个公司的俱乐部项目不就行了 支持这个公司的俱乐部项目的这个这个团队不就可以了 他不就一直在那边吗 打工挣不到钱打工一个月 我们我们俱乐部的价格是一个月270大哥 你打工270块钱剩余你挣不到 那你别玩了 那你参加什么俱乐部啊 那你这个应该去实时求是讲 你这个重新受个教育 或者说是不是健康有问题要去养病啊疗伤 这样的话你关系不会散啊 这样的话你这群人就一直在这呀 你不会不会丢失吧 除非你除非你找到好工作 真的社交圈子全都跟这些老朋友全脱节了 看不上他古迪拜了 这是我的观点啊 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说你提供的这个钱 最后换算成你的每一顿的饭钱 换算成这个中间的这个出去玩的这个路 出费什么这些东西你就核算的 核算的这个利润空间是用来给到基本的支出 你出去你出去搞一下你要多少钱 这个叫廉价消费相当于你之前搞了一个这么一个 呃廉价消费公社那种感觉 平价的消费公社 然后你就能够支撑这个 比如我们的规模已经算比较大了 但是我们店里面 只发的起三四份工资啊 就完整的四五份工资吧 这个我们做俱乐部的这个方式是希望你们就是说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善于经营 然后呢就是你的客户群体是最好说话的客户群体 你的客户是最好说话的客户 是你朋友嘛对不对 原始客户是你朋友 然后朋友的朋友最好说话的 然后呢你做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 就是容错率很高的你饭做不好没事大家朋友嘛对不对啊 你有一些产品什么一些礼包啊什么一些什么反正就是什么手工制作的东西没做好 大家也可以容你的错 然后你就出去玩啊 就是什么路程没设计好 那个又是没事 大家都自己人 对我有粉丝基础没错呀 那么其他人呢我说的就是说 你们先去做工作 你们先去自己挣钱 这东西不是让你们通过这东西挣钱的 你要非要说我你这个毕了毕业拿到毕业证 非要说你你是个让你去上班让你去挣钱就是 那我我还不是在B站挣钱 你们你们要你们要想清楚这个这个道理就是说 如果俱乐部自己可以就这空转 那我是不是B站消耗 然后我我就专职搞俱乐部 就是你得有一份工去打这份工挣那份钱 然后把这份钱里面每个月扣几百块钱 去支持你们自己人办的那公司 那公司那公司里面就几个人就一两个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财务模型上是肯定赚的穿的 肯定肯定肯定说得通的呀 肯定搞得定呢 因为你有你本来这个是什么那些发饭小组里面都有几十号人上百号人 这群人的妈的去打工一个月挣几百块钱 不是一个月只花几百块钱 这群人去去干活去打工 你就算说什么青年失业率 哇操你去跑货了跑滴滴 没有没有车啊 你去你去跑送外卖 我不相信你一个月 而且这个东西你说的那个剩余 一个月叫你们线下掏着一百两百块钱 你是吃饭的呀 你是转化成你吃饭的 你本来你要吃饭的 你转化成你本来也要出去玩的 你本来你要吃这个吃那个的 这个就是我 我我是觉得这个模型 认为操作上没什么问题啊 除非你不干活 打完螺丝你不要吃饭吗 而且不是说天天叫你回那边吃饭啊 你一个星期去一趟啊 你一个星期去一趟的那个地方 或者一个星期去两趟的那个地方 你周末跑过去吃两顿饭的地方 你说一顿饭周末 又有吃又有玩一顿饭 算你花三十块钱 你一个星期去两次六十块钱 那四个星期就是两百四 又有吃又有玩啊 你大家有吃有玩四个星二百四 你二百四块钱交了呗 我不觉得这个有啥呀 我我我我失求是这样 你们甚至都是可以搞业余性质的呀 你们这个项目你可以搞就只有周末有耶 你说你没有办法支持全天的那你就只有周末有 那你们就做饭那个人做饭的两三个人就是兼职好了呀 领领一份兼职工资呀 你就不要全职了 你是公司这个项目也不要都是全职的工作人员了 你的厨师你的司机你都是兼职的好了呀 就是而且你兼职你还可以赚钱啊 大家合伙吃饭的钱都给你 就是扣掉这个东西反正 你哪怕你这二十号人二十号人两百多块钱 那算有个四千块钱呗 四千块钱扣掉里面火号乱七八糟的 那一千块钱一千五百块钱 对不对你一千五百块钱付工资 你付给这个厨师他只要周末干一下就行了 那你们这你们公司团队里面出一个人不就行了 出两个人不就可以了 相当于大家一块做饭你还是你还赚钱 你这是你厨师你涨潮的你还你还你还弄点钱 你不就把这次过着吗 这不要多少钱呢 因为你本来你要你折磨难道你不要吃东好的吗 或者怎么样的 你甚至可以说你如果你不你不用俱乐部的名义 你们的规模不足够支持一个俱乐部的名义的话 那你就说朋友圈啊朋友圈聚餐啊 这个你总不能有任何意义的吧 朋友圈聚餐一块锻炼身体 这总可以吧 我靠 你只不过说大家参配A制 然后最后是谁干这个给他呗 给他出个劳务费呗 辛苦费 我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 不是我应该是没出多少要额子吧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公司化的出俱乐部项目 做成规模的 然后这样去运营呢 那是肯定是有外部客员的 不可能都是你自己人纯消费的 那你最起码有个十几二十个是你外部的人 他愿意就到你来这里来吃饭呢 或怎么样的 愿意在在这里活跃的 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你比如说当时你们不是他妈的发饭的 不是他妈有四五十号人吗 四五十号人都摇回来不就行了 周末到你这来吃饭就行了 那至少这群人一直在呀 我说难听点 那在这个公司里面 生产这些服务的人 其实也是有点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这全职的吧 有点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要伺候这四五十号人 我至少二三十号人 每周末过来吃饭 那要做多少饭呢 他就有一个牺牲性质的呀 你其实他就不发展自己的职业了 你懂吗 他相当于就给这这这群劳动者脱底的 就给给他们做私人保姆那种感觉 所以我说这是项目 这是个项目 所以你因为你这么一个专门的专业的就是给你这几十几十号人 这个提供这么一个聚会服务的 一块吃喝玩乐的 那他就得拿钱啊 他就就得多拿点钱啊 他就他得领工资啊 服务标准是不是可能出问题 那你自己去制定啊 你去协商啊 去制定啊 去探讨啊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出问题的就是当时那个头脑一热去发饭的那些人 妈的不想搞了 你走吧 嫌烦了 他觉得 妈的 没意思 没劲 他觉得他当光是这个维持着这个 这个 几个能够 而且我说了这个这个项目组里面的人不一定全是公司员工的 因为你公司如果说要把这项目组 比如说你这个项目组 你这个执行项目俱乐部项目俱乐部项目有两项活动 一个是运动 一个是吃饭 有两项活动 三项吧 再有一个信息咨询 好 你有三项东西 三项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的公司 你公司的话最多一两个人 你如果说要多的人 你还可以叫社保 你发工资 你支持不了 支撑不了的 你盈利模型是做不出来的 那你这个公司只能怎么样 只能外包啊 说穿了外包 啊 做饭的时候 其实那厨师的可能外包的 然后或者说那个出去玩的时候 那司机都是外包的 反正都是自己人就给笔钱给个几百块钱 然后他就烧一烧一脚油 什么这种东西 那我们是我们是给孤零工资的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 这个 大概率是公司一个或两个人 项目组 五个人 六个人 项目组六个人左右 由这六个人 就是二加四 我就是大概啊 毛骨骨二加四 由这六个人 提供二十个人 到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左右的一个服务 这是不是简单 这是模型吧 你要么你就说妈的 当时那些 我操愣头青 做做公益的那帮人 不愿意回来在你这消费 他宁愿去出去吃大餐 或者是什么 宁愿去去别的地方玩 去这个一般的消费市场上消费 他不愿意支持这个东西 那这个没办法 那就是说你们这六六个人 人员太差了 跟其他几十号人 关系太差了 人员太差了 但是我要说的 就你 你比如说你这三十个人里面 三十加六 这么一关系 你六个人能把东西做好 让这三十个人定期过来玩 那你你我觉得你这个一个两个人工资还是开得出来的 然后呢另外四个人兼职的那个好处也是开得出来的 不就这么简单吗 你这个东西就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是以能发出一两个人的工资 这是一个保底的 这一两个人其实就有牺牲性质的 因为他没有去其他职场里面 那样去上升 对不对 发出他的一个工资 然后呢 另外的几个人能够有一个兼职的机会赚点外快 啊 这么一个意义啊 厂地 厂地你租啊 我不相信你所有地方都像苏州一样 而且你这个厂地 你可以临时去跟人家借调呀 你如果只是周末办的话 你只是周末办的话 你厂地你完全可以比较灵活一点啊 你哪怕做成野餐都可以啊 你公司本身当然是有个厂地的 公司本身当然是有个厂地 商住两用的公寓 就说简单点 这个东西模型上我们都设计好的 你租的那房子是个商住两用的公寓 你们这三十多个人里面 只要有一个人租了公寓 租的是公寓 我们就比如说你本来是个小组 噢操你这么多人只要有一个两个是租的是公寓 能注册公司就行了 注册的公司了之后 你说你有个服务项目 然后说在哪里要开展聚餐 你们完全可以 噢操你们你们都不用做饭 跑到哪个哪个饭店里面 便宜点饭店里面 都可以啊 你在家也行 你失求着你在家 人太多了就不行了 你在家的 你说你在家聚会招待五六个朋友 可以理解 你招待二三十个人 这个东西就不好搞了 失求着 你就是说半席嘛 流水席 那也可以理解 你要半席 那你要大圆桌的摆出来半席 那有个半席的样子 啊 吃流水席嘛 吃流水席的人多一点 那也可以理解 是吧 那也可以理解 我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你们不是 有的人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政治 什么左倾右倾 这个都研制过早了 这个只是让你们维持 维持一点点这个固状结构 你怎么办 不要完全液化掉 我这里面液化了 你不是稍微能维持点固状结构不行了 固体 我只能说除非其他人不愿意这样搞嘛 其他人是不是 这不过瘾 这他妈不爽 这他妈不好玩 不愿意这样搞 然后 这个是俱乐部的这个 性质啊 意义啊 定位啊 我给你们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们搞了经济工作 你就是你们创业项目了 就是你这公司呢 可能就是说 一方面有个俱乐部项目 俱乐部是花钱的 消费的 不是挣钱的 俱乐部不挣钱 我们俱乐部每个月在亏损 我们俱乐部项目每个月都在亏钱 房租是亏掉的 赚的钱只够给他们发工资 只够给干活的人发工资 每个月毛亏 他们几百块一千块几百块一千块 俱乐部是不挣钱的 俱乐部还要垫一个房租给他 我们最后做出的盈利模型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保保证就是说 只给工作人员一个还算可以的 工资 然后你就不挣钱了 你地租付掉你就不挣钱了 对吧 然后在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公司每个月贴地租给这个俱乐部 让他为俱乐部会员还提供你两百多块钱 一个月挺 紧吃紧喝随便你吃随便你喝的 当时说他有的时候这妈的店员不好意思把那些饮料拿出来 不就有点抠吧是吧 你确实他没多少钱 但是就是啊这是华山一条路只有这条路 你不这样搞 那古得败C败败就心散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这公司自己要挣钱啊 公司自己 或者说不是公司自己自己要挣钱公司不可能只有你做了公司那不可能就只有这一个项目对不对 那你这公司是干嘛的 对不对公司可以有其他项目呀 对吧 了解吗 公司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商业吗 或者服务业 你说有本事你还可以做你的这个工业产业 但是很难要大资本 我再说就是开公司是一个很花钱的事 你们所有人要开公司不是说你要你要付这个摊位份你知道吗 开公司你要付摊位费 你要付地租啊 你还有他的那个各式各样的事情要有专人 你至少有个财务要去打理 有个法务要帮你准备合同 你平时是得挣钱的 你既然做了这个壳做了一个公司的这壳出来 你是得用这个壳去挣钱的 啊 但是说你有本事挣你去挣 你没本事用公司的方式挣 你就不要强行用公司的方式去挣 你可以去接零工啊 你可以去就去找工作啊 你自己平时是个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公司的一个法人 你也可以去找工作 没有说哪个单位我才好查到你 哦你有公司我就我就不雇佣你了 不可能的吧 没这种说法吧 你自己有公司你是公司的法人 然后呢 然后其他其他你去找工作人 他就他就不要你了吗 不会吧 查不到吧 你能找工作能赚到钱的 反正就是说你要么以个人的方式赚到钱 你要么以团队合伙的方式 这个合伙是个口头合伙 不一定有那个合伙那个条约的 不是专门去注册的合伙关系 也可以是你去注册的合伙关系 也可以你搞个个体户的一个一个名义 也可以是你用公司的名义去挣钱 无论如何你再去挣钱 但是挣钱这个项目 挣钱里面的组织分工里面的计划性 不是说就是要就是说你们的朋友圈就是靠这个东西维持的 能挣到钱的人不尤其就是说大家都能挣钱 你能挣钱好像我不能挣钱一样 你明白吧 就挣钱这点来讲 这就是平等的 不是说你能你能这个说你们三个人能挣到钱 然后我们就四个人 我们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没话说了 不是吧 这个实质求是这样不可能这样的 比如说公司 这公司自己的公司的一两个骨干 一两个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 又搞了一个什么活 比如说就是开开滴滴车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就是说去做劳务做家政 或者搞个粮油店米面店 反正怎么样挣到点钱了呗 哎怎么样呗 你挣到钱那我上班我也挣到钱了呀 这有什么差别吗 你挣到钱你挣的钱是给我花的吗大哥 明白吧 你作为一个没有在这个项目里面挣钱的人 你你参加俱乐部项目不是一样参加俱乐部项目 你们是朋友一样是朋友 你不会因为说你的朋友挣了钱 然后 那个人就就变成你的主人了吧 不会吧 对不对 这个你们要想清楚啊 在公司或者说是里面的就你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成员 比如说你这个朋友圈圈子十几二十个人 大家是朋友 通过因缘计会 主要通过我的方式 我的缘由 认识的这些朋友 你有的是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 或者法人 然后你用这个公司的壳去做生意 你赚到钱了 带着两三个人一块三四个人一起赚到钱了 那好多你赚到钱赚到钱呗 赚到钱你暗号分配分配掉呗 对不对 你赚到钱你就暗号分配把它分配掉不就行了 你公司 说要有你要购置生产资料 或者什么是这些东西的 我 在我们的原则里面认为啊 这个东西就 尽量生产资料工有制 你这公司内部 通过工生产资料的工有 就是你要劳动 就是公司的私产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上讲 这个公司不是谁的私产 明白吗 如果你 特别的 要用这个公司去做其他拿贷款 其实什么东西 其他人那就是你法人的事 懂吧 那就是你法人的事 这个公司当然从一个法律关系上 是控制在这法人和股东手里的 而且这公司其实是个皮包公司 就就是一个注册地 他是没有他的注册资本的 没有实角注册资本的 因为吧 他如果去干其他项目去挣钱 那就挣钱就挣钱 挣钱了 你谁干的谁分呗 谁干的把这个钱分掉不就行了 我不认为这里面 由于这公司做别的项目挣到的钱了 他就有什么好像都了不起的 哇 谁还没挣过钱啊 谁还没领过公司啊 懂吗 所以在这里上讲 其他的成员 那你其他成员去打工啊 其他的朋友 你自己去赚钱啊 自己去找工作啊 你只要到时候这个你俱乐部 俱乐部项目继续搞 你能回来 献一份爱心 大家一块吃饭 一块出去玩 也有点的份 不就行了 我不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有什么 明白吧 你们这个朋友圈里面 要想什么样的方式赚钱 以这种A的方式赚钱 还是B的方式赚钱 C的方式赚钱 这纯粹是个经济事物 这跟你 你就算你不在这里面赚钱 你出去找工作 然后你在 你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里面 跟赚到钱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你无非你要把这个钱拿回来给俱乐部 让这个俱乐部能够 而且不是说全部拿回来 你可以来帮忙 购置一些设备 购置一些生产资料 让他的 比如说你 运用你的人脉关系 运用你的钱 你让这个俱乐部的活动办的更好 俱乐部就相当于这个 你的这个 这公司开了一个苍蝇馆子 你赚到钱了 你回来让这个苍蝇馆子升级 变好 变干净 变高级 不就行了 俱乐部不是合法实体 俱乐部是个项目 俱乐部是个消费团 消费客户群 叫俱乐部 这些消费客户群和他的服务业从业人员 叫俱乐部 但是这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正式部分是属于这个公司的 他的非正式部分也就是朋友圈里面的朋友 我我们担心就是你赚了钱的吗就滚蛋了就跑了 你懂吗 我们担心就有几点是不行的 你利用这个公司就只去挣钱了 然后不要俱乐部的 这是不行的 你就是背叛所有人了 大家齐心协力搞出来东西最后你再妈的去去赚钱去了 就是你纯粹只用这个东西赚钱 然后说说排他不允许别人参与进来 你自己赚钱的项目你要去赚钱那个项目 你有专人经营专人怎么怎么样的 你赚到一分是一分 那其他人不帮忙也好 帮忙是讲情面 不帮忙是就是正常 这种情况下你占到钱你们你们几个工作人员分掉 没话说按劳分配吗 这个原则 但是说你非要说逼着所有人 只准让你去这个拼命的干活 拼命的这个 拼命的去赚这个钱 凭什么呀 你那项目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啊 他有的他妈的大学本科 学一个什么 学一个什么冷门专业 那他知道他行业里面去找工作 这有什么难以想象 你不是找了工作 又不是他们去坐牢 又不是出不来回不来的 你找了工作 又不是继续你周末过来吃饭 不就行了 你们这学生的脑子都怎么回事 坏掉了吗 这道理想不通呢 拴毛工会 这不是工会的 这不是他妈的车里把周末过来吃饭 出去玩 你不过是一个企业 以企业的名义帮他租到场地 以企业的名义帮他协调一些厨子司机而已 公里吗 我靠我真服了 什么屌毛玩意 脑子怎么想的 项目A 俱乐部 你如果这个项目取消了 你的公司没必要存在了 那其他人干嘛帮你这公司啊 那这公司变成这一两个正式成员 那私产好了 那你其他的朋友圈里的朋友 就肯那么私产 那关我屁事 你公司不就成自己人挣钱工具了吧 那你去挣钱吧 关我啥事 那我也去挣钱了 那散火了 回高老庄了 那我没有没有定期聚会了 没有一起 一起是高歌唱饮了 没有一起 谈鼓论金了 那聚个屁啊 俱乐部再说一遍 这是以公司的形式 让你们能够合法的 还那样聚一聚吃吃饭的 合法的 你非要说我没有必要合法 我他妈就要低下 那没话说 那你裸奔吧 我不说了 这个就是防止你到时候被搞了 被怎么怎么样的 而且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不花钱啊 不花钱啊 省钱 就说虽然你要可能你要租个场地 就是说在我在我的设想里面 乞丐版是不花钱的 乞丐版商住良用的公寓 注册公司 无非就弄点那个什么注册费 还有那个每个每个年 每年年审费 然后呢你吃饭 你可以都把外面租场地啊 你到一个那种大的 或者说没人的冷门的饭 饭店里面自己吃 不行了 对不对 你这十几二十号人 你去那餐馆里面去高间吃饭 人家还不欢迎你吃 你自己吃也可以啊 你也弄个野餐店 到哪公园里面吃也行啊 你总会这样一个名目了 一个名义了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有些人看到这里面有一群人力 有一群这个干活的人力可供支配 怎么怎么样 这是不行 然后你就想要利用这个东西 然后去做成个什么 这个其实是就业焦虑 这就是就业焦虑 那我说上那你那文凭去找工作 说不定成功率还高一点呢 你用这公司的壳 要去办一个东西 然后挣钱还挣大钱 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 一个两个正式员工 应当具有 就是说你非要单独去经营 专门去经营的话 我认为 你不要影响其他人的赚钱 你不要影响 要么你跟其他人可以干多久 你可以给他发多少工资 兼职工资 否则你就白嫖人家义务劳动 在我看来啊 否则你就嫖在义务劳动了 公司注册前打工啊 抽分子啊 哪来啊 你在搞笑 那你那你 不是那你每天早上请来 第一口空气哪来的 第一口氧气哪来的 用鼻子吸的呗 这种是问题吗 公司注册前几千块钱 自己去打工啊 继续散啊 不是什么废话吗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废话 好不好 有的APC是很基本的东西啊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 我不能理解 我真不能理解 你不是 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吗 一点社会认知都没有吗 不会吧大哥 有这个公司的壳 谁要用这个公司壳去挣钱呢 他挣呗 那真的不代表他有更多的话语权 你知道吗 你挣的这个钱 那是大家都分掉 几个挣钱的人 把这个钱分掉了而已啊 那就是就业了 通过公司的一个壳来就业了 自己赚钱自己花了 这个行为有啥高尚的地方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说你这个公司购置了 你们比如说 我说他俱乐部项目团队六人 这六人里面 如果他公司正式正式成员二人 再带他六人里面的一个或两个四个人 再带这个俱乐部项目之外的另外两个人 又成为另外六个人 这个这两个六个人有四个交叉的 对不对 两个正式成员 两个是兼职成员 我说假如这种情况 我们说假设有这种情况 那就相当于这个公司有一个项目A 二加四 项目B二加四 好 这种情况之下 你项目B赚了钱 这几个分啊 大家分掉了 另外另外这个项目A 俱乐部项目里面的 两个不在项目B里面的 这两个人自己去找工作 自己赚钱啊 你俱乐部里面平时兼职赚点钱 你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 在这个世道不应该说 找工作变成何不食肉迷了吧 你打零工啊 你在你自己俱乐部里面做兼职 不也是打零工吗 有什么多高尚了不起的地方 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这搞俱乐部不是吃大锅饭的 搞俱乐部不是吃大锅饭 搞俱乐部是这个 这是个大锅 饭得你自带的 讲什么哲学 这就是哲学 这到底想不清楚吧 那你另外做项目B的那群人 那占到多少钱 比如说一个月 挣到一万块钱 那你们几个人分了呗 你们你们这六个人分 把这钱给分掉呗 六个人把一万块钱分掉 一个人才一千多 好一千多块钱 你俱乐部 项目A又能够挣点钱 那你云云 说不定有的一个人 又能攒个两三千 好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人 就是说总共一个月 你正式成员一个月赚了三千多块钱 非正式成员一个月赚了一千多块钱 好这种情况 但是有个问题啊 你们解决了什么 你吃饭不要花钱了呀 你们自己这个 那么多人过来 那你你吃饭的费用是算在这 这个成本里面的呀 你自己你自己这些人就是包吃住的 对不对 你自己这六个人是不是就包吃住的 你六个人合租呗 合租两个小公寓或怎么样的 那你这六个人或者一个公寓 甚至你们有的很夸张的 那你吃住就就减掉了呀 那你就考虑这个这个这种方式是不是你 那你那这种情况 他六个人这个这个项目币的六个人就想 那我怎么能挣更多的钱 如果项目币本身挣钱真的少 你不需要强求搞项目币 懂吗 你搞施工队 你本身你这个劳动技能上不是擅长做这个东西的 你可以灵活一点啊 你可以就留那两个正式的人继续在研究研究 或者说你平时项目币 也变成就是说 主要的人都是兼职 六个人全是兼职 有活就结 没活不结 没活找工作打工 这也可以啊 我再强调一遍 你不要以为有公司的壳 然后有几个人白嫖过来给你帮忙 你更好就业 这种 所说客观上虽是这样说的 没错 但是 这个太赤裸裸的你知道吗 这个在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 因为你父母如果说要求你实现这个家庭关系再生产的话 你挣这点钱你够干嘛 那你团队就来自于你家庭的这个压力就来了 所以我们始终把俱乐部生活看成这种补充性质的 兜底性质的 主要是他做一个朋友圈的一个羁绊 而且是一个建制性的一个羁绊 就是他是直接就是设立一个 懂吧 大家都是公司的人 简单来讲 只不过有的是正式成员 NPC啊 或者说 有几个是这里面的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公司呢 等到你们个个都真的飞黄腾达了 挣到钱了 你们都是公司的元老 然后拿着公司股份 你可能不是他员工 你可能到时候拿着公司股份 哎就在这个上讲 你如果是个公司的话 你们就可以约定股份啊 你可以约定股份啊 你们这几 你们甚至几十号人可以约定股份 明白吗 你们这几十号人可以约定股份 然后有一部分是 这个有一部分股份是可以先不约定的 是公司自持有的 公司本身自己持有的自己的股份 然后这部分股份是给新入火的人分给他们的 你可以这样搞啊 对人多了路子就多了单枪皮马 啥也干不了 但是如果全拿废物啊 互相扯皮 那也啥都干不了 你自己去找工作你还一个月兜底还有三四千啊 你在几个人在隔着的互相对吧的 互相扯皮 互相那不是傻逼吗 这个我们客观现实教育 我们现实生活中傻逼不少的 傻逼挺多的 你明知道他是个傻逼你要跟他一块干 你不浪费生命 所以所以这个在我看来不成为一个问题啊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 哦 就是说他想挣钱 比如说拓展学生 带就业的 他想用公司这个壳去挣钱 怎么样的 这也是情理之中 可以理解 但是不是说他用这个东西去 比如说他要 叫外面谈谈合同 谈成生意了 要敲公司的工章了 说怎么样的 他的法人就直接把工章敲了 这个时候你们其他人要想一想你 没有吧 you understand 比如说你把场地拿出来那个老哥 把场地拿出来那个朋友 让你注册公司的 他可能他他不是公司的法人 那就不行 他说了不行 那可能他就现实能制约 你知道吗 了解吗 了解 要用公司的这个壳去赚钱 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其他人可以制约他 他不 你说他有资产阶约画倾向 你不让他资产阶约画不行 不让他用这个皮包公司 空壳公司去 拼贷款 去骗人 你不让他不就行了 你知道知道他底下 我说难听点 他如果有人要用这个东西去 我违法犯罪 你去举报 一举报应准 你都知道他底下 他想挣钱很正常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评价 为什么资产阶约投机性 他就是想挣钱嘛 说穿起来 谁他妈没穷过 他想让这个这个东西 那挣的钱大家平均分 按劳分配啊 这个不是说平均分啊 不是说就按人头分 按劳分配啊 你干多干干多了 就拿的多干少就拿少啊 算工时啊 相互之间有监督有制衡 如果他不这样搞 你也离开他 我就比较我比较受不了的 就是说你你本身没有什么 如果说你本身没有什么劳动技能 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 你只有一些就是说蛮挫的一种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先去锻炼啊 先去学习啊 先去其他的工作单位 工作场所 工作环境里面 先去掌握这技能啊 比如说你们这群人啊 有几个是那个什么 新手厨子 新手厨子 然后你们非要用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名义 开个餐饮店 然后做出来菜难吃要死 没有人没有人过来吃你的菜 那这个情况 那你还不如都去的妈的去当当这个学徒去 对不对 几个新手厨子全去当学徒去啊 你只要说到时候周末的时候定期过来 让这个朋友圈可以聚一聚不就行了 你甚至都不要成成立一个这个 你就是一个厨艺节的朋友嘛 美食同好爱好者们 你都不需要去注册公司对不对 你只要定期的有这样一种朋友聚会 然后有定期的锻炼身体 就可以啊 你怕散的话那你就用公司的形式呗 总归是找得着家对不对 找得着家 不这种东西我 在我看来就是你这种朋友关系是一辈子的 啊 非要说搞的这种是什么 啊 互不成 互不认同的那种撕破脸皮的 那我觉得这个 首先你过程当中 要敢于批评 啊 我觉得很正常 啊 什么路线斗争 什么斗争啊 我操斗个毛 你们斗了个什么 路线斗争真说不上什么 你们能干啥呀 你们挣钱能攒战 搞搞经济 你们怎么搞搞所谓搞政治 你们搞什么政治啊 人是政治办公室政治 赚钱没挣几个钱 啊 然后就说谁有本人挣钱 你挣再多 你挣再多又又咋地啊 你挣他妈一百万 你一个月也就交两百七会费 对不对 你挣再多你他妈 你你屌你屌个屁我靠 你明白吗 understand 了解吗 你挣再多 然后呢 你顶多说在我们需要这个说我们一些项目需求需要的一些项目上你帮忙购置一些生产资料 如果我们要搞工房你帮忙买一台打印机 啊在这个小额捐赠三千块钱弄个打印弄个3D打印机 你知道说捐个一台两台可以啊 你说你挣一个月一百万你他妈的 要给我们捐那么99万拼什么 那就完全这个话语权重就失衡了 不要接来之事 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持续支持啊 你可以持续一直支持 我们也没有说是在说哪个俱乐部事情我们是说这个普范译上的所有俱乐部的一个经营的不是经营就是说想做俱乐部项目的公司的经营的理念的一个事情想做俱乐部项目的公司你要想清楚这个你不是靠俱乐部项目挣钱的你就是靠俱乐部项目能够维持一两个岗位的 对不对 然后呢你挣钱你可以用公司去挣钱 也可以不用公司去挣钱 你有本事你他妈别用公司去挣钱啊 你别用这个壳了 你用这个壳挣钱如果说出问题的 那这个整个壳都没了对不对 是不是 你有本事你挣钱你他妈的去另外搞一个呀 你去另搞一个公司啊 其他人那些 然后说这个公司和这个俱乐部所在的公司 关系比较好怎么样 那可以理解 你就搞个施工队啊 你搞个什么呀 你搞个什么 你有本事 或者说你什么方式 你最擅长 你就用那个方式啊 而且你占到的钱 你怎么就好像你就就牛逼就屌了 我靠你帮他解决就业了 你好像A给BCD解决的就业 然后BCD就得认A是大哥吗 不是吧 我们我们公司也有这个长二代 他也帮助我们的朋友解决了就业 但他就成为那其他几个人的大哥了吗 没有吧 人家是平等的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按老分配的呀 你就是个介绍人 是这个活这个行当的一个介绍人 那大家还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明确告诉你就是说 在经济工作上面 他不会有什么政治意味意涵 除非你刻意的想要去创造人身衣服关系 那这个我们是原则上的不认同的 我们不认同这种 经济 经济关系当中产生的人身衣服关系 这个都是前线的关系 通通不承认 然后呢你要用公司的这个壳去赚钱 那就就是说那你至少俱乐部里面的正式工作人员和这个 这个就是说我六个人吧 我刚刚一直说反复说的那六个人 两加四两个正式的四个兼职的 这么个六个人为俱乐部 差不多30号人提供服务的这六个人得一直同意 也就俱乐部项目里面的工作人员得一直同意 你用这个俱乐部公司去做这些东西才行 至少他们没有提出异议 不是说你公司注册在法人注册在啥 你光是注册也反正在皮包公司 我操 那那为什么我俱乐部要在你这开啊 我俱乐部项目为什么要在你这做的 我为什么要让你这个公司来承接这俱乐部项目啊 明白吧 如果这这个一个法人或者说这个这妈的租 这个提供这个注册场所的这两个人 或者一个人 他一股情要把公司带到带到哪里去 非要让他去做个擦边球生意或者做个灰产 那其他人可以说滚 拜拜 懂吗 其他人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我们做我们的俱乐部吧 明白吗 这滚蛋 不要你 很好理解吧 understand 这这个这个原则 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就是贪子不能散 人不 人物流散 何以为 何以为俱乐部 对不对 啊 人物流散 流散 什么东西 你说化化整为零了 这个个个击破了 你们都肺腹了 石秋江 一定要反复强调一点就是说 要用公司这壳的人去干经济的 那要得到大家的同意 至少是俱乐部项目里面的正式和兼职的工作人员 啊 然后呢不用公司这壳去赚钱 就是比如说不是公司正式成员 但是是在这个俱乐部项目当中呢 他掌握劳动技能 或者有某每某一个 比如说他车队 啊 这个车队就是 有些兼职性的这几个人 比如说就是那个二加四里面那四个人 他共同的有了一个赚钱的一个门路 有一个行当 那我觉得可以 啊 那么这些人他他当然有他的自由 有他的自主 只要不不影响啊 不影响俱乐部的运行 俱乐部项目的一个运行啊 你们做不成那就不怪我了 我这要求提提出这要求了 在我看来 呃 你可以做极简版本 就是吃顿饭耶 你相当于你一些老朋友 老兄弟 周末吃顿饭耶 一个星期吃饭耶 他们他们同城的 你们饭都不吃了 你搞个毛呀 你卧槽你们能干嘛呀 但学生就有个问题啊 我说一说 我当时我就说了他妈的学生 不要过来掺和这事 学生能干个屁啊 我靠 学生毕业了 要去到各个城市里面找工作 那会不会分散的你知道吗 那零散掉了 心散掉了 学生本来天然就不适合干这个 学生强行的要做饭的 你一个学文科的或者学什么生科的 或者要做饭 这个这个这个劳动劳动经验来去找工作 找个屁 你找到什么工作啊 你不能把俱乐部变成一个你的就业复化器 无论是里面的兼职的还是正式的 他都不能够把俱乐部项目本身做你的就业复化器 也不要强行的在这个公司的项目B项目C里面 把它看成是你的终身就业的复化器 你的就业复化器是你的学校 是你的实习单位 你该是哪个学校毕业了什么专业 什么对口的 你就去那里就业 你是什么单位的 你就去那里就业 明白吗 你不能说你有一个 几个人他妈的什么扣扣缩缩的弄了这几千块钱 搞了一个公司 然后你就幻想你已经就业了 不你还是带就业状态 你还是未就业状态 一个失业的人跟他爸妈或者几个失业 几十个失业的人去要了钱的妈的搞公司 然后给自己怎么怎么的 周末定期吃饭 然后你就说我他妈现在是就业状态了 你的辅导员他妈写可以这样写 你不能这样骗你自己 你还是实业啊 你还是要以最最最最低限度的方式 想办法去给自己造血 回血 我不希望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建议 变成一个就是你躲避失业现实的一个 就是我们做的还算可以 我们提供了工作岗位 但是工作岗位老实说 并不是特别良心的 我们是包吃住 还有四千块 你设法交不交是你任凭你自愿 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们这个还算可以吧 只是中等偏下一点点吧 在苏州 中等偏下一点点在苏州 好了那是这种情况 那是我们可以制造的 我们可以创造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从里面拿工资 我是公司的法人 我不拿一分钱工资 对 那张姐管管这个经营 那我们还有朋友管这个财富 还有朋友管法务 他们也不从公司里面拿一分钱 要发我们这人工资 那这公司就破产了 明白吧 所以公司不能够给你们解决就业 公司可以给一个两个在这个俱乐部项目里面提供服务的人 给他们提供兼职或者说赚取一定的报酬 你找到那份正经的工作 你比如说你是学法律的 你正经的工作请你去考虑是这样啊 你为什么要搁那他妈的跟那群人去他妈的去去打零工啊 打零工可以做一个过渡 你说你没有生活费 没地方住没饭吃 打零工可以几个人一块去打零工做一个过渡 做一个过渡 做家政做一个过渡 但是你正儿八经的你他妈学的这个东西 你还是要去找正儿八经工作 你找到正儿八经工作 不是说你就坐牢了再也不回来了 你可以回来啊 这个娘家你可以回娘家啊 怎么脑子这么愚蠢呢 不至于吧 那么这种生活适合谁啊 适合一业的 没有正常毕业的 或者高中毕业没上过大学的 大概又是可以志同道合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俱乐部能够给予的 这是一些简单劳动的 简单劳动的工作 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厨艺啊 锻炼自己的一些什么服务啊 你也干过这行对不对 你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简单劳动的在过程当中 俱乐部有一定经营有一定积累 经营了之后有一定积累 除了发工资之外 还有那么一小点笔钱吧 几个月 那你几个月攒一个 让他去学一个学车呀 你又可以搞个车盾 我说的就是对于那些没有劳动 没有文凭的 没有大学文凭的 简单来讲啊 然后他的那个或者说他大学文凭 让他找工作很难找到的 他只能不良非良性就业 那好了 那么几个先生帮他送外卖呀 送外卖攒的钱 然后去考驾招呀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升级了 你可以去跑 跑这个货啦啦啦 跑滴滴的 你这的钱都比你送外卖 或者说你至少掌握一台车 做你的生产资料了 进场之后就陷入深渊了 那你一个星期总归他妈有一天价吧 996也是个6也不是997吧 大哥 对跑滴滴不一定有送外卖赚钱 但是你只为了赚钱吗 你好在弄台自己的车吧 弄个生产资料吧 你可以买不起房 你车买不起吗 你得有驾驶能力吧 你得有职业 你你没法在单一职业里面晋升 请你职业本身可以晋升吧 你跑跑里挖的 骑电瓶车七辈子 你电瓶车净速大师啊 有啥用啊 你如果是开车的话 你C照开开开 开B照 B照开开A照 你可以有 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呀 你价延提高了之后 你还可以去接一些活啊 接一些单子啊 所以说这这个思路在我们看来就是说是 是这个法式顿那些 没法去找工作的 就是说在职场上找不工作的 就没有这个文凭嘛 没有大学文凭 没有本科大学文凭的 没有硕士文凭的这些 在职场上找不到工作的 挣不到钱的 挣不到那种文书 或者说就白领的那个钱的那些人 他依赖这个执行俱乐部的这个模式 他好他好呀 他平时有廉价吃饭的地方 周末有廉价的消费的 啊锻炼身体的地方 还有一些朋友 可以宣泄心中的一些痛苦啊 可以节俭闷 不压抑的 还可以交友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 这个东西你要做成做好 接地气 就不要抱政治幻想 啊 你里面的人正儿八经是过生活的 这个模式是为了生活着的青年 无产者和可以是一些 代就业的学生 就业就是就业困难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 能让他过度一下 过度这不是说你背叛了 你找的工作人 你背叛的这个团体了吗 你他妈就再也不来了 那只能说这个B就是个人渣见货 这在你困难危难情况给你提供了各式样的帮助 情感上的支持 生活当中的这个帮扶 你他妈找的工作就say bye bye了 那你这种人 那我们说 早早滚早好 早他妈滚蛋早好 明白吗 这种人那就滚蛋 这种人就不要给他有任何的幻想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任何事情是自己养活自己的呀 你劳有所得呀 不劳不得呀 不养闲人 不养的妈的不干活的人 不劳不得 劳有所得 你劳动了 你干活了 你做事情了 有所得 你不劳动 不干活 不做事情 挂B 那你滚啊 凭什么是你挂在这 你租房子费用不要均分的吗 有 然后所以说 这个矛盾是可以处理的 你觉得有帮人在挂B 那王八蛋根本不应该对于这个事项有任何的这个决定权 那我说了 他必须是俱乐部项目里面干活的几个人 六个人或者几个人干活的五六个人里面 他是干活的 他是做事情的 对不对 而且他们的投票权建议权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用这公司的壳去做另外一个项目呀 你挣钱一定非要用公司的壳吧 不一定吧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用公司的壳能挣到钱 那其他人他也想挣钱呢 难道他到时候就说 不我他妈就只准俱乐部的 我就赚那几个新股费 我不要其他项目去赚钱 他傻逼吗 他不不至于是个傻逼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他是个傻逼 如果而且这个六个人里面五六个人里面还是傻逼占多数 那你最优选择是不是带说服其他人让这几个傻逼自己玩 对不对 你确实另外一个项目能挣到钱的能够带比如说五六七八个人一块能挣到钱的比如说你开了个什么公司 开了个摄影公司 旅拍公司 或者说开了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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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某某粮油店什么什么类似 反正开另外一个项目 你开了一个另外一个项目确实给其他人大家都挣到钱了一个月大家三四千美滋滋好 这种情况之下 那其他几十号人呢 问题来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舍弃了这个你的朋友圈里面其他的那么多人 大家能够一起聚的这些朋友 那你不就是成为这六个人就开公司吗 你有什么差别 你不就是就是这个六七个人就开了公司吗 七八个人开了公司吗 而且你要评估一下你这六七七八个人他有的可能的吗 本科文凭硕士文凭 有的受教育经历士 你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终身事业吗 他终身事业就是开个这个什么引楼 或者开个这个什么粮油店开 那就是他这一辈子就干这个 挣不到大钱的呀 或者说这个东西没用的实际 卧槽他怎么进一步发展 你离了你的母体 离了你这朋友圈里面的这个二三十号人 你就那几个人出去单干 没有其他这些人给你提供帮助 你不就是这个出身牛犊 你们这些人就卷 靠那你就什么区别 你不就是几个穷小子 穷小子隔着隔着他们创业吗 明白吧 你没有众人的帮忙帮助 你最后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你也不知道 干干干 好 那就干干干 搬家公司 干干干干 就几个人去搬家 施工队干干干 就几个人去给别人做木工做电工 车队干干干 就几个人去给别人开车送货 那你这里面这些人 好多是本科生 好多是你把的就是 还是好的学校的 98521的本科生 这叫 这叫不良就业你知道吗 你 你看看看 就是个简单普通提劳动的重复而已 这个没有出路的 很明显 就是这没出路的大哥 那你最后泯然众人了 那你就古得败了 C拜拜了 那你传这个摊子干什么 那你这些人 你你能够一直按劳分配 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形式经营下去 挺好 我说你们是一个社会主义 体现社会主义理念的一个平等的合伙 一个公司 然后你的俱乐部后面搞一搞 你就就别让老兄弟聚会吃饭了 那真的就老兄弟吃饭了 你没有上升空间了 没有想象力了 你能干啥 你未来 你有啥未来 你这些人能干嘛 我不说了 要有什么未来 比如说我这个俱乐部 我们就要有技术研发 我们要有宣传团队 对不对 我们要要做文化 做文化的这个 我们不说是自媒体铺化的吧 whatever 就是这个文化公司 其实可以做东西蛮多的 在技术上 我们准备做工坊 然后在这个 思想上文化上 我们准备做我们自己的探索 做什么系列课程啊 或者一些咨询服务啊 或者是不是这些东西 就是说 你如果就是说完全 不要这个俱乐部 这个性质这些东西 那就是说 呃 你们自己想一个方式去就业 那这个我们就理解成 你不是和我们评计单位 你知道吗 我们就理解成 那那你就变成一个合伙打工的 对不对 合伙打工的 那就是我们把你当成就是说 哦 好 就是 那就是你就是一般社会团体的 一般的一个社会团体 那跟我们有啥关系 没关系的呀 我们在性质上理念上 大家没关系的呀 你明白吗 say bye bye了 我们就是说我们 如果我们将来有发展的时候 我们优先和一些呃 地方上的各地的公司合作 我们不会选你的 古代拜也不跟你们合作了 啊 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没啥了不起的合作 我们没什么合作 啊 我们也没有什么分销商经销商 没有这些政策 但是在我们看来 呃 完全抛弃我们一贯的这种 比较讲人情味 比较讲这种伙伴精神 合作精神 平等精神 啊 然后有这比较比较 比如说定期的锻炼 啊 定期的聚餐 这些东西你没有的话 说穿了 我们说穿了 我们是和我们军制的同等的同种的公司文化 呃 公司文化 我们新人这些公司 我们可以和这些公司成为合作伙伴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也尊敬你的选择 尊敬你们团体的选择 那你就去做做生意吧 你就赚钱去吧 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那你就做生意做就赚钱去吧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也不认同我们理念啊 你也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请大家吃饭 不是说这是享乐性质的 而说这个饭这个食堂是让 不仅让你这公公司的这些工作人员自己吃饭了 你还要让这个一片的 你这个理念的价值的共同认同者 你的老朋友老兄弟 姐妹 可以降低生活成本 然后平时可以相互帮助相互扶持 互助互保的精神啊 对不对 就没有了呀 没有了那就那你到商场上 战场上去厮杀什么这些东西的 那就算个啥呢 对不对 这个基本的一个文化底蕴在那边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上和我们是一样的颜色 然后 这个其实也代表了你的某种独立性 你知道吗 独立性 就是说你的聚会啊 容许公司经营之外的人参与 只是因为你的理念价值上有共同的认同 对不对 这些一直你这么一个 俱乐部项目的这么一个这个会费来 来这个支撑着你的这个公司的 这个壳的运行着的这些人 其实是你的原始支持者呀 原始支持者 这些原始支持者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你的走的路对还是不对呀 如果你他妈的一天到晚做那些事 最后大家都分散的分风离析了 就走的路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是要开的药方 不是说一个市场盈利的一个药方 不是说解决你私人就业的一个药方 你这个团体要开的一个药方 是不是说你那几个正式的 或者兼职的工作人员找到工作的 挣到钱的这么个药方 No不是的 而说是要让这么一同样的无路可走 无家可归的这么一个几十号穷兄弟 大家觉得你这个事靠谱走的对方向好 对吧 你这个青年辐射影响的不是单个的 你的那几个人解决的 要有责任心 我们说的这个要能够化激进分子为温和分子 对不对 说它是个孵化器不是对于 不就业未就业欠就业的那几个人 说让他给他创造就业机会的 让他们挣到钱了 不是这个意识上的孵化 不是个就业孵化器 而是一个让那些激进的 可能走歪路走邪路的那些人 可以不走歪路不走邪路 他有个盼头 他有个盼头 在这个整个团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正的能动者是这一整个朋友圈的 这么几十号人 你当地的本地的这么一整个朋友圈的 十几二十三十号人 然后呢 这个能动者里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激进化 可能走极端 那么当中的一这个公司的这部分力量呢 或者说俱乐部的这么一个项目呢 是要去安抚这个激进端 你要把它hold住 要把它hold得住 那么大家在整个劳动过程当中 掌握的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 你掌握生产资料 你独立的有人格尊严的掌握的生产资料 比如你有车了 比如说你有你的过硬的一些技术了 你依赖于你通过借助俱乐部项目 给你提供的一些生活信息 社交 还有这个相互的这个发展上的提供的帮助和便利 你在你的自己的其他的职场当中 发展的更顺畅更顺利了 你自己也一直有一个督促和努力的方向 你在你的本职工作里面掌握到了更好的劳动技能 赚到了更多的钱 简单来讲 然后你买了车了 你可能买不起房 我们都说你买不起房 但是你买了车了 但是你买了一些什么生产工具了 生产机器设备了 但是你又搞了什么 那你可以当然你们可以扩大你们的项目 这是你们已经刷到副本 已经是打到打到这个打到道具了 已经升级了 你们可以当然可以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可以做工坊啊 对不对 啊 我们可以搞这个 甚至有想搞这互联网上的导播 连播 啊 对不对 那你个身体可以发展 如果你 呃 在这样 这样的话 就大家能看到盼头 你知道吗 虽然我的本职工作一滩烂步 你知道吗 简单来讲 虽然我特别的拧罗斯宁一辈子 但是我的俱乐部 啊 我和我的俱乐部在增长 虽然我拧罗斯宁一辈子 我就抬烂车 但是我在俱乐部里面 我很重要 好吧 啊 啊 我这个俱乐部有了我这台车 有了这个三四五六台车 我们俱乐部 可以 就做一个公司 公司的一个项目来运行的话 他都可以做更好的事 对不对 you understand 他这个整个团体 他是有力量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一直 如何维持你的文化的均质性啊 如何维持你的共产性啊 重进退的关系啊 如何维持你们这些生产资料 集合在一起 你们的劳动技能 你们的社会阅历 社会价值观 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拧成一个合力 你得有这个东西啊 你得有这个公司 有这个俱乐部项目啊 你的不能让这个公司 一个两个的人 让这个公司变质 对不对 了解吗 你说做的大做的屌 你可以搞个集团 集团下面秘密麻麻 十几个公司 对不对 你做的大做的屌 搞一个集团秘密麻麻 十几个公司 你这个俱乐部的 专门这个公司 就变成你的后勤公司 就变成你的这个集团的后勤 集团的会晤和后勤 了解 understand 也就是说 你最后最后 你这个俱乐部 就是一个集团 集团下面的一个 控股公司 控股控股的公司的 的那个经营的那个 总公司的这个 一个会晤和这个后勤部门的 外包公司 到这个程度 公司制是可以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公司制 其实你不能就是 紧拴在一个公司上面 那你要说你直接成立一个集团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你没那么多钱呀 对不对 所以公司不是到顶的 公司上面有你朋友圈 有你这几个这个原始股东 这股东不一定是就是在公司里面 正二八经持股的 这股东有可能就是说你们 现实的力量对比呀 你这个人可能有台车 他那个人有一个什么店面 他有个什么 他有个一些几个朋友圈的朋友 他有个什么稍微手上每个月 都会有几千块钱闲钱 那么几个人合伙 合伙成立公司 也不是所有人都名字 都写到公司里面去的 但是这是你们这个朋友圈里面 驾驭的一个公司 你们这个大朋友圈将来混的好 可以变成个集团 一个集团一个集团 归根结底来说 集团怎么样 归根结底一个集团 他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对不对 了解吗 所以说我们始终讲的就是说 这个思维不是公司制的思维 这个思维归根结底是集团制的思维 我不是叫你们搞新迪迦 也不是托拉斯 你们这些朋友是一个原始的朋友圈 大家一起是讨生活 是把这个生活过了有尊严 至少一个星期有一天你们是有尊严的 是彼此平等的 有一天你们是活生生的人 至少有那一天 这是很重要的 It's very important 这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在那一天你是平等的 你是自由的 你们在你们自己的窝槽里面 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这个 懂吧 但是说你只在这一天吗 那你就是你利用这一天继续的这个力量 你能够发展壮大 对不对 你能够说你能够成为 你这整个这个 比如说你们那个车队 就变成你们这里最好的车队 比如说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家人公司就变成你们城市里面 就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家人公司 你有本事说你做大了之后 你还按劳分配 一直坚持着 一辈子朋友在那交那你错过那个窗口期了 鼓得败了 不好意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你错过那个我们当时每个城市几百号几百号人交朋友 没有几百号几十号人几十号人交朋友的窗口期了 你错过了 鼓得败了 C拜拜了 现在再有打着类似旗号的全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说你办公司办公司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在办公司 你们的集团在办公司 一个更大的概念 你们的这个朋友圈在办公司 你这一个圈子在办公司 你们是一个圈子 公司只是其中的一个经营单位经营单元 这公司呢我们说他首先保底的要承担一个会晤 后勤后勤和会晤的功能 这公司至于要不要再去承担其他的经营其他怎么样 要考虑你的集团发展是不是有利 你如果这个集团发展对于你一个人去自己去找工作 你你这个集团里面有几个是985大学生 有几个是这个什么 是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家里面有关系 让你去当公务员的 你这个集团又有几个人就是就是要去跑滴滴跑这个 送外卖的那就因地制宜 哪种方式对你这个集团发展好就哪样 明白吗 你如果确实有人有私心的有人想要就这摊子 就是有的人想要就是相当于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还没长出 长出一点点他就想掐掐掉了 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摘那个枣熟的果子 这果实还没长大大西瓜还没长大的长小葡萄的 他又把它掐掐掉就是要吃掉的 那这种人你要看他是不是诚心的 啊他如果就是因为他的就业困难啊或者家庭压力啊什么什么 这个原因因为焦急焦虑那批评结束了 他如果诚心的想要占这个便宜那么一来二回一次还就罢了 两次都这样三次都这样 那就这这个人有问题的不是做长久朋友的 他就是踩着大家 像有些理念让大家用一些什么不要钱的东西让大家他妈给他义务劳动 让他最后白嫖又壳啊白嫖壳他比如说他正好是法人 或者他正好又或者说一个什么外面的品牌形象最后的好处是落在他身上 他是头脸人不其他的外面市场资源关系都只记得他 那这种人就就懂吗 他就是想要掐尖你就吗想要这个果子没长大他妈的先自个吃饱 往自己嘴里一塞 这种家伙确实有的 那你遇到这种家伙不要说他精有念的多你要看他是不是兜底性的保证呢 首先所有的穷兄弟大家每个星期那聚一次还有尊严的平等的这个这个一块吃顿饭 或者一起去这个健身或者跑步踢足球来这一趟 这能不能保证 这里都不能保证你他妈的要把这都抠抠缩缩抠走了 然后去卷去赚钱那就不行那不客气明白吧 那这个腰了你知道吗 这个味道就变质了 有有问题的啊 然后不要跟我说什么造不造的造不造的 那些团体造能造个毛呀 造个屁我靠 能干嘛呀 这搞笑 你去打工没有人拦着你打工啊 你打工了权益也受损失了 你要用某种方式去维护你的权益 没有人拦着你啊 但是你不能说他妈的忽悠那几十号人全跟你一块去到到哪里去打工 神经病 这里不能有强迫就业的 我不再强调一遍啊 这个有个经营原则 这条道路我们这条道路始终是不能强迫就业 你不能道德绑架政治绑架 人家强迫就业 他不是学着专业的你让他去操作机床 让他去打螺丝啊 他把他一个985学学文科的 不正儿八经去文化公司找饭吃或者去 他适合去考编考研让他去考啊 对不对 你非要去 那就是一时半会让他就是凑合着过渡一下 赚点钱做生活费的可以理解 你让他这一辈子就他妈去打工 神经病 你愿吗 所以说有的什么把自己说得很激进要造要造的那种 你他妈的忽悠人跟你会去打工呗那种感觉 去问把自己打工啊 美其名约隆功 我操 这搞笑 你是不是嘴巴上说的也口黑 谁不会黑吗 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 我都怀疑那种什么造造的嘴巴上叫造造的那种人 是想把竞争对手忽悠到这个忽悠到工厂里面去 都文科生嘛 文科生忽悠自己竞争对手到工厂里面去 全都把去工厂了自己就可以 去混个老师混个什么杠杆 竞争压力小一点 我不能理解啊 我失求是不能理解 你到哪里挣钱都是这样 到哪里挣钱都是这样 而且你挣的钱是回来 反哺你们这朋友圈经营的那项小事业的 这项小事业在一开始 就是每个星期让那么一天两天 你们可以聚在一块 生活安乐呗 或者至少过得像个人一样 对不对 那你光有这个肯定不行 当然啊你们自己还得去挣钱 你这个公司要发展 也不一定是以这个公司发展 你可以再搞另外一个公司 对不对 是不是如果说你非要省着点注册费啊 什么省着点什么我们就是租金啊 房屋租金啊 注册地租金 那我就是的啊 对不对 那我那你也可以用这个项目B啊项目C啊 你可以在这个 原则上他就是个集团的会务公司 外包会务的 承办会务的一个公司 你就用这个名义再做做什么 工程工程项目 做做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一些项目 对吧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如果那是你的发展方向 如果其他人都同意 特别是参与劳动的人都同意 不妨碍 而且是有机会可以成的 你当然可以去试一试 对不对 你做成了之后 你团队内部你参与劳动人还是按劳分配啊 然后你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啊就有机会啊 对不对 那你就相当于在自家的企业里面干工作了呀 你干的好你是可以把这个东西那俱乐部就变成就会务了 或者说你可以把两公司剥离了都可以啊 这原则不能变啊 原则按劳分配 同工同酬 这原则不能变 好吧 那我们 这个东西跟你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这么久 讲这么复杂 我觉得不复杂 我觉得我脑子里面理解这个东西 首先一定要想清楚 你所理解的那个什么 左啊 灶啊的那种东西 你干嘛 放屁一样的 搞笑 啊 真的是在搞笑 然后呢作为你的这个你的自己这个朋友圈怎么样 你又不是自己的厂开起来 我的观点啊 我的观点就是说 自己的车买起来 自己有个所谓的车队啊 临时征兆的 不是说这车都公司名下的了 是你私人有的 你不都这样那样都挣到点钱了 然后这个车队的都保证都是可以免费无偿给公司借掉的 有生产资料 这生产资料至少在那一天或者那两天可以 生产资料公有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你们就可以 赚到钱了呀 赚到钱你们自己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 赚到钱了 你可以办工厂呀 对不对 你们就几十号人 大家都挣到点钱了 你会费还是200息 不会变的 对不对 你会费 就我们会费 还有200息 不会变的呀 你会费绝大部分的会员不参与我们的经营的呀 不也也不给我们提供什么什么帮助的呀 是不是 就是过来消费的嘛 那你其他的比如说你实际实际二十号 比如说比较核心的 比较这个积极的骨干的这些人 你传个几万块钱 弄个什么狗屁破车床 接点小活 租个什么什么一个 你这样搞也行啊 那你可以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跑起来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如果你做一个工坊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你只要保证你这个工坊相当于 比如说你们的能量足够大规模足够大 能够开个小厂 小厂你保证按劳分配好了呀 是不是 你保证你接到订单最后赚的钱 一部分是公司本身作为进入发展的预备金 其他的大家按劳分配啊 你的企业管理人员 就是说你的管理层和哪一样多的 股东和员工哪一样多的 就按照劳动实践来给呀 对不对 到这个层面 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我觉得就是说 不是要有这个本事 你们有这个觉悟吗 有这个立场吗 如果他谁不这样干 就离开谁嘛 对不对 就把谁踢掉嘛 当你真正有一头牛的时候 看你怎么分的 当你真正有个场的时候 看你怎么分 现在那些嘴巴上说自己多左多屌多造的 那群人 真的当他们 比如说他们二三十号人每个月 举个例子 每个月都挣五千块钱 然后有一千块剩余 二十号人一千块剩余 每个月两万块剩余 一年攒下来有二十四万 两年攒下来有四十八万 差不多五十万的时候 当他这二十号人真的手上有五十万闲钱的时候 他不是有个小金库啊 不是说这个公司有个小金库 这个里面弄的五十万 而是说大家普遍每个人手上都有个两万块钱 或者都有四万块钱 这个时候 哎 了解吗 这个时候就 这个俱乐部内部有人就商讨 就相当于那些什么温州商人 几个每个人手上都有四百万一样 你们只不过是穷而已 每个人手上要四万块钱 这种情况 大家协商 我们要开个厂 那你们我们五十万我们协商 我们要开个什么店 开个什么小的工坊 小的作坊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工人 直接就是你们自己当中二十号人当中的五个人出来做工人 那你有本事按捞分配吗 对不对 其他人是做股东做合伙的 是不是 是不是简单啊 你真的你这样这个时候你按捞分配啊 对不对 只不过人要玩的是他妈的这个五千万的盘子 你玩了五十万的盘子吗 差一百倍吧 但是他五千万的盘子 他可能是那个厂就就有两层楼这么大 你五十万的盘子 你的厂就这么一个小仓库 里面做一做一些手工艺品也卖一卖怎么样的 understand 你可能就制造两个岗位出来 你不该 大的做不了多小的们 然后说你就到那种程度 不是说我们就说我们不帮助啊 如果说你们有意向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们也会去想办法 我们也在努力做我们自己的工业品啊 我们的设计啊 不仅是文创啊 一些这个小家店啊 对吧 我们也在去努力啊 在摸索啊 对吧 就高管不拿高工资呢 管理做的时间也是按按劳分配啊 按时间来分配啊 几公分嘛 这样吧 这个也没有说太大技术含量的 但是他一开始的生产资料 肯定是要有某种叫目击性质的 一开始的这些机器啊设备啊 哪怕这个厂呢 这个什么什么租金啊 这些东西 这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 你说这样 那就是这几十号人都变资本家了 这搞笑 你不是在搞笑 这也是个企业 这也是个公司啊 他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集体股东呀 大家都是股份 都有股东 都有股份都是股东呀 那这所有人这些人都他妈资本家 再搞笑 我跟你说 他是个集体所有制 这群人就是个集体啊 只不过这个集体不是个村啊 明白 不是个村集体 这这个集体就是 就是个市民 市民当中的一部分市民 他自愿合伙组成的一个集体啊 就是合伙企业呗 你支持国企 如果国企也这样分配 你可以支持啊 没问题啊 你按照社会主义理念 社会主义原则 他这样分配的 这样分工的 这样去协调管理的 这样去发展的 就没问题啊 你去请你去支持啊 对啊 他当然就是个工人集体 说穿的是工人集体 这里面是工人集体 啊 是工人集体 俱乐部就成为一个传统 一个平等主义的传统 俱乐部项目啊 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传统 啊 至少在俱乐部这个 这个 活动当中的管理层 脑体分工的那些人 大家是平等的 啊 但是平等的 以此来避免他们的资 资劳分工 脑体分工 不至于变成一个资劳 资劳分工啊 OK 自己去做啊 你不按照这么一个过程 来做出来 来确保 那你谁相信你吗 这我们也是在努力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么其他一些规模 比较小的一些公司啊 然后有俱乐部项目的公司 所谓的执行公司 你们规模比较小 那你们首先 解决第一步啊 你们要挣钱 你们自己要去挣钱 也不拘泥于公司这壳 去挣钱 你如果利用公司这壳 你能挣到钱 然后这个钱 挣回来是对于大家伙 不仅是那几个人 是对于大家伙 都有好处 那也可以理解 比如说 如果大家伙都同意 或至少说那俱乐部项目的 几个人都同意 另外几个人拿着公司的壳去挣钱 然后其他的人 又发现他们挣钱的方式 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不会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的 那就让他们这样去挣钱 对不对 那这些钱挣了 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吧 又不是成为所谓的公司的公产啊 是不是 如果说这个大家伙呢 觉得 他们去做的这个项目毕业 就是不之外另外一个项目 可以给大家伙当中的一个两个 和另外几个代业的人也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劳动机会的 那也不是说强求所有的人都要献出一部分 要强迫他们要出力的 没有这种说法的 其他人按照按照他正常的就业节奏去就业 所以你们现在的一个主题就是 两个字 答答两个字 就业 就业 你们不是单打独斗了吧 你们有这个作为一个支撑 你不是单打独斗了呀 谁家里面认识的这个亲戚可以介绍去岗位的 所以你不要搞搞乱你和父母的关系 对不对 你和你的亲亲亲亲朋好友的关系 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就业 我不管你是 以这个公司的这个壳的方式 搞另外一个项目就业 还是你搞什么其他兼职性就业 什么样的 巧妇难为五米催呀 不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个公司的壳去经营一个什么 那他妈做老板那么做梦啊 做一个什么集体什么食堂 什么什么吊东西集体 什么什么工坊 你没那个成熟的客观条件呀 你也没有那相应的这个主观能力呀 所以既不是经济工作 也不是所谓的政治工作 你们现在首要工作是两个字就业 能够在企业内就业 能够在公司内就业 在公司内就业 愿意在俱乐部内就业 俱乐部项目内就业 那是更了不起了 这个都具有一定的奉献性 不能强求所有人都这样 公司内就业也是的 他有一定的风险性 你有可能他妈救不到业 你的项目可能黄 他要按照自愿的原则 对不对 但是更多的是要在公司外就业 在项目外就业 但是无论你怎样就业 你最终还是你属于这个朋友圈 属于这个所谓的集团 你就了业 不是说你就在你那个公司里面 在你就业的公司里面 又认识一堆新的小朋友 新的这个这个 所谓的同伴 然后跟他们一喝咖啡 然后吃饭团建 然后你就认这些人是你的朋友了 你就忘了其他的正常的人了 你就忘了你这帮老兄弟了 那这帮人 你如果是这种人 你迟早滚蛋 你早滚早好 明白吗 创业有门槛 你有那本事创业吗 创业很难的你知道吗 都怎么要创业啊 都怎么要创业呢 全挣不到钱 那你俱乐部怎么维持运营啊 我说你这个公司的俱乐部项目 首先你要是跟其他人收钱啊 你这6个人要向其他30个人收钱 你他妈的全局创业 那30个人没饭吃了 你你整个摊子那那拿头转啊 都创业拿了全创业 你几十二老兄弟主要还是大家去赚钱 大家去找工作 对不对 就说你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哪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在你职场里面遇到那些人 隐隐狗狗 小资产阶级投机性异化 什么资产阶级什么就是要挣钱 什么这种资本主义逻辑什么的 或者服务钱啊 享乐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跟他们虚以为一 可以跟他们嘻嘻哈哈 但是你身在曹营心在汉嘛 你有个更重要的身份 你是另外一个这个执行俱乐部 这个公司 你是这个公司的俱乐部项目的一个成员 你真正的是每个月要更多的是 反正就是说不说百分百的 百分之二十百分三十一个心力 一个热情是去帮忙 让这个你的老家 要发展起来的 让你的娘家要着仗的 明白了吧 我就觉得你们好多人就感觉就说 肯定是你自己对你自己没自信 你自己知道你是个他妈想做叛徒的王八蛋 我就是说这么简单吧 那么做叛徒呢也分两种 有的人直接就是说出去找了工作就跑了不见了 也不参加这个这个俱乐部项目的 也不和这个穷兄弟也不和大家这个大家伙 这个交流感想了 感这个分享生活体验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叛徒呢是直接拿着公司 跑到千丈远跑没了 有两种吧 一个就是离开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把公司带跑了 公司他就 哎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 法定的一个一个一个企业单位 一个盈利单位把他带跑了 两种方式嘛 这两种方式都是 叛徒 都是叛徒 或者说拿这个公司 就是这是你娘家 这是你老家 也不要拿这个壳去做冒险的 一定会坐牢的进局子的那些事 也不要做这种事 懂得吧 你你一个人去冒险 那你在冒险之前 先和你这老家娘家全部切断关系 你要去什么荣公去搞那乱七八糟的 有政治风险的事情 你先和你的娘家切断关系 让让让这个这边的公司的几个人要出出一个文件或者出声明把你完全切断开除 你再去搞那有的没的 不要 不要让这个祸患牵延到大家 好吧 那么这个做叛徒做叛徒的形式有很多的 无论如何 这个做叛徒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你老家被抄呀 老家门来 要么老家就渴死饿死了 要么这个老家就被别人抄了 要么这个老家就被带跑了 变味了 无论如何你就老家没了 家没了 对不对 要无身老老母真空家乡 你这家乡那么空了 对不对 你就不要怪人家就骂你老母了 无身老母你老母的 我实求人家被人抄没了 我操 这个我是说 我希望你们都有主人梦精神啊 这个是自个家 要有主人梦精神 虽然你这个家一个星期就回一次 但是你一个星期回一次家的人和那些一直看家的人 你不要就是说看家的人就比你高 就比你这个高贵 就比你屌 不是大家都平等的你知道吗 大家都是平等的 在这个意思上讲 俱乐部是我家 俱乐部项目是一个具有家庭情感的温馨的 就平等自由开放的 啊 这么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集体 啊 不是说谁什么工作人员 就谁在里面做家长 一只气使的 就装装模作样的装逼的怎么样的 没有的 这个东西就让你重新让你感感受一下做主人梦的感觉 不是让你做主人去奴役别人的感觉 懂吗 是让你就是说这是你家 在这里面大家都是家庭成员 大家是平等的 我们用家这个比喻 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 只是只是个比喻 有这个成员 啊你们这个朋友圈的一些老兄弟 真的是是什么遭受不信离受不信的 那叫互助啊 互保呀 这些原则 这不是天天念天天讲吗 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吧 你们如果因为一些理念不合 因为是什么东西不合 就就做的那种做很绝的那种人 你有什么政治操守呀 你说你有政治追求 那前天天你有政治操守呀 你就因为 你们这种学生我就发现了 就因为一些理念不合 就他妈撕破脸 然后就他妈什么 什么责任都不承担了 什么关系都都觉得他不不存在一样的 什么这个同同志情 朋友情啊 这个这个家庭的温馨 都全都不管了 是啥呀 我靠 这妈的这把屌无情 我操 我觉得 这什么人呢 我靠 没有没有 你还 再怎么样讲点香火情 再怎么样你们做一个团体 你们共同扶持过 了解吗 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个封闭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个固定的一个家庭成员固定的一个家 啊 他是一个可以就开放性质的 啊 只要你认同这些理念 然后你也不能够因为说 这个没没有点的性子来 让这个公司那样去经营那个东西 啊 让那个去这样去是做那个事情 你就他妈的直接说判定你这个 这个公司的俱乐部项目 或者判定你这个朋友圈里面这人全是叛徒 判定你这里面全变质了 判定你这些人全 然后只有你是最激进的最最最最伟大的最他妈的就革命精神的 啥呀大哥 你那妈理直气壮作叛徒 背叛所有人 他说我没有背叛所有人 我在追求这个无产阶级的这个伟大伟大利益 我操那这三十几号人全是无产阶级 很多都是无产者 很多都是在城市里面没房的 那妈的就一台破车 混到三四十岁一台破车 城市里面买不起房的 穷学生打工打了好几年找不到这个正式工作的体面工作的人 你他妈的嘴巴说我要为什么无产阶级整体利益 然后我要去冒风险闹革命 操那你背叛的直接背叛这几十号人 几十号人都不跟你走 你他妈还有几万几千号人跟你走吗 神经病我靠 明白吗 这种人都傻逼 这种货色如果他跳出来 要和你们说你们都不够激进 啊你看那边有一个什么洋人组织的一个什么聚会 你看那里面讲的多激进啊 你看那里面搞的事情多他妈的狂野 我要去那个 你这种人立刻把它剃掉 这种货色立刻把它剃掉 留该走吧 这是傻逼啊 你们日子要过好抱团是没问题的 吃饭住宿都给你省钱了 你这个三四十号人三三两两 三三两两五五六六七七八八的租房子租金很便宜 找工作相互之间 这个耳目灵通的 对不对 然后互相这个分享技能分享经验的 这个陆陆续续都是能找到工作的 唯一的一个就是说 你自己磨着了 我靠啊 精神上病理化了 精神病变了 应要去悲剧献祭一番 要不死一遍 我操 那这种人 你先把自己开了 不要祸害到大家伙 几十号人呢 不要祸害大家伙几十号人 先把自己开了 对吧 或者说 啊 你要说是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啊 就是要 就享乐了 啊 就去跟那些人打成一片了 那滚得外 对吧 那这种人也迟早滚蛋 明白吧 你不认同这理念的 不想过这种生活的 那怎么说呢 哎 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说我 那我从来没有说我他妈在B站和那些什么UP主那些商务运营和那这B站那些什么管理员都打成一片吧 我都不认得 是不是 啊 我从来没有说跟这些人打成一片 我这个我多久了我才加了一个什么社科的一个什么一个什么编辑的一个微信 那是因为我有一些重要情况要跟他提前告知一下 啊 有意思吗 我我从来不接什么商务的 我从来不认识认识什么什么什么人的 啊 你们有几个我说说你嘴巴上说的巴的说的自己高尚牛皮了不起 找着工作还能回过头来帮助这个团体的 那才叫真真有良心 你是一个待业的有就业恐慌的失业状态的一个小年轻 要拥抱一些激进意识形态 要让自己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什么可以抱一抱一个安全感啊 或者说一个制高点可以去用来鄙视别人 然后自己还产生一点自我认同 这种情况 谁都会的 但是说真的让你有一份稳固的工作安稳工作之后 你回过头来你就会嫌弃 你就会觉得俱乐部这个活动他妈的是不是有点敏感啊 是不是有有可能让我丢饭碗啊 是不是说这里面人太土包子了 或者说太怎么怎么样的 我是不是 我这时候显得对不对 跟他们接触久了 会不会什么影响我在我的单位里面 那个时候你的身份认同归属就不在俱乐部的是吧 身份认同归属就不在你这个朋友圈的这帮穷兄弟呢 对吧 这种货色也不是没见过 多了啊 这种人 但是还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要把俱乐部呃项目啊 给他边缘化 只搞他那赚钱呢 那只搞他那时候借机生蛋了 你就把这个领着往那跑了吧 借机生蛋了 那 那就那就那就你那几个骨干是人 其他人不是人了 你就既然你不把其他人当成是个平等的这个伙伴 那为什么要给你提供帮助啊 那你们这几个人滚蛋呗你们他妈的要做什么公司要做什么公司你就去做啊滚啊 对不对 那我们这是几十号人 了解吗 如果说你的规模很小 你只有几个人 你只有五六个人 那这种情况你个当然可以灵活一点了 五六个人你俱乐部你都不用搞了 你就是朋友圈聚餐你知道吗 我们说俱乐部搞俱乐部是因为你之前的规模是近百人 我们为什么说要有公司化的搞俱乐部 因为你们之前的组织规模是近百人的规模 所以我说你们要有如果有近百人的规模 有最起码三十人以上的规模 你就只能搞俱乐部的形式来维持你的会晤 维持你的聚餐维持你的聚会 你如果只有五六七八个人我操了 那你就是个公司那你就去办个公司 你去搞个经营项目然后你怎么聚餐不行了 你三五个人聚餐不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本来就是施工队你或是打工团体 打工人合租的一个小小小 那你就应该就小型微型的微型俱乐部 微型就只能叫朋友圈 微型朋友圈几个老哥们老朋友 好吧 我这个东西已经跟你反复来反复讲 反复来反复讲 反复来反复讲 讲清楚了 你们自己是多大一个规模 你们自己干什么东西能挣钱 怎样才要就业 想办法呗 努力 你本这个东西你没必要 没没办法你总要面对的 你总要面对的 你不可能说是 就是说 他妈的就是大便车 你懂吧就是 要嫖别人白嫖别人呢 不能说几个给几个人给你顶在前面 然后你就什么什么也不去努力 不去学习 不去进步 你自己要要有劳动能力 劳动意愿 你自己要劳动情绪上也要做好建设 那么这个工作做好的 所以我们再说的我就是你俱乐部的规模真的是30人以上才有必要搞一个公司然后搞俱乐部 那就是你可以说成就是团建项目团建活动 团建啊 人家问你啥俱乐部 我说公司团建啊 啥团建 是你公司自己人团建 不我们公司 我们是帮助其他的一些朋友团建 他们是有私人友谊啊 或怎么样的 我公司接的单啊 我公司不能接单吗 当然可以啊 我公司不能提供信息咨询或者说帮帮忙订会务啊帮忙订什么什么的 我这人家会务定在带酒店 我会务定在他妈饺子馆不行吗 当然可以啊 法律上都说的通你知道吗 你不该 你如果才七到八个人 那你就是一起打工的吗 一起生活一起打工的呗 你七到八个人啥俱乐部啊 俱个屁啊 我靠 你七到八个人你不就是合伙打工的吗 那你就是合租的团队吧 合租的一群朋友呗 那这个打工也不一定 你一定要去打一样的工呗 你各凭本事呗 你回来大家一块做饭不就可以 你不天天可以聚呗 你还有优势了 俱乐部那人员多了三十四十号人 那可能就是说 所处的空间范围也变大了 那一个星期聚一次两次 一块锻炼身体 一块吃饭 一块看看书 交流交流 一块打打游戏 你如果是骂的六七号人 那天天晚上可以聚 你只要不聚众淫乱 对不对 你六七号人 你们住在一块做饭吃吗 大家一块做饭吃 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俱乐部模式和一般的聚 聚起来打工合租开店有什么差别 俱乐部是具有开放性的 啊 俱乐部有它的开放性 啊 就是俱乐部有这么一个开放性 它就是 你是其他的一个打工人 但是你认同这里的理念 你可以加入这个团体 你只要付公文费 你也做到一些工作的这个志愿者 你可以过来一块吃饭 多个人多双筷子 但是前提是 你也 你认同这些理念嘛 前提是这个 这一群一起打工的这些老哥 他办了个公司 搞了个俱乐部项目 这个俱乐部项目是接待外来的 俱乐部项目的这个模式 它就是潜在的开放性 You guy 你在打工的时候 你认识朋友 都可以 请他 但是前提的前提是 能够去让 你说你让一两个在打工过程中 认识的朋友过来 你这个六七个人变成十个人 十一二个人 这没问题 这拍摄我不管你的 十一二个朋友聚会 那也是比较正常 你要说弄个几十个人过来 那不行 对不对 那你就说 你如果说 六七个人去各自打工 各自都认识了两三个朋友 总共有个二十个朋友 十五个朋友 十五个朋友过来 本来六七个人有二十三十个人 这个时候你过来说 你天天要聚 那不好意思 请你去报位 那怎么样 那你就俱乐部呀 那俱乐部就有这种开放性 俱乐部项目 明白吧 妈了个巴子的 讲来讲 需要我来教这最基本的ABC 这需要我讲吗 你这样的话 你才能 才能有一些项目 引导他们 改掉生活的恶习啊 你不要说抽烟吗 嫖娼 挂逼 这东西 你能纠正啊 才能引导呀 你签合约 怎么才能入住 签这些约定 否则你怎么管他们了 管理也是一项服务呀 缺缺缺这个自我管理能力的 管理也是一项服务啊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这太的吗 基本的ABC 还要我来教 有的东西 你可以问问你爸妈妈 对不对 你爹妈当年在这个农村家族里面是怎么生活的 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国营工厂里面 或者一些事业单位里面 你爸爸妈妈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集体的概念啊 这就是个集体的概念啊 这个集体不是让你违法犯罪的 不让你他妈容工啊 或者唆使别人造反 或者怎么样的 不让你造枪造炮的 这个集体就是一个 单个原子化家庭 所谓的西方式的现代家庭 原子化家庭 要买一整套房 然后获得共病权 这个家庭模式 好像在你们身上玩不转了 那只能就是便宜版的呢 来一个乞丐版的 量大管宝的 这种模式 他可以给你们一个 一个集体 自己传那个集体嘛 你考不进事业边 你自己传个集体呗 还这么简单吧 你说这个集体是个民生的野生的 民间的野生的集体 这个国家不放心 好 那你这个集体你注册公司 让国家通过管这个公司的方式 管着你这个集体不就行了 不明白吗 understand 你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集体 然后去维护自己的集体利益 集体 集体荣誉 以损损 一荣 聚荣 名为保甲嘛 一个人造反 全部那个要坐牢 这样就不就不动弹了吗 那好 他就说不会走这极端 另外一方面 他又比较温和 有自己的诉求提出来的方式 那是不是上面也得去考虑考虑啊 因为你不再是那一之前的一个炸弹人提的一个非分妄想的一个诉求了 而确实是几十号人提的一个比较理性的温和的确实可行的确实 也有一定急迫性的比较合理这些诉求了 懂吗 你就自为保甲嘛 在古代就是自为保甲 只不过不以地狱的方式呀 你这个以行业或者以这个生活习惯 生活理念 精神追求啊 这个价值认同的方式 形成一个保甲呀 所以你就这里面人不用担心他造反的 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有一个刺头出来的 其他几十号人都要喝茶的 我靠都要留档案的 以后开一些什么车行啊 办贷款啊 这全都搞不下来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呀 对不对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由于你是几十号人 是这么一个朋友圈圈层同温层 他提出来的理念 是大家共同发出来的声音想办法 懂吧 你不能再击穿这些底线了 击穿这底线 那你就不是你不是得罪这一个 得罪几十号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取其 取一个折衷 但这不是折衷 不是社会调和论 不是折衷 而是说要让一些 诉求 或者不满 或者满意 就是满意了 那就是嘴巴上不说 就是乖乖去利用了 比如说公园设施啊 公共服务啊 这个基础设施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你的基本教育啊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资讯啊 这些都是在嘴巴上不说不夸 也都在用嘛 对不对 这是国家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生存发展的好的保证 那你如果说有有不满 或者有建议 那也可以提出啊 那你提出的更有见识性啊 你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就有的人 呃就是更更成熟更老道一点 这样才能得到公约数啊 我说这个这个团体就是公约数生产机器 你也不能造造翻他 他不好被造翻 造翻他你就得罪的是普遍的一个面了 不是一个点呢 对吧 你也不用担心这里面的人 他妈的忽然变得很很狂野一下子变得很激进 非常激进 因为我说他们要去就业的呀 他们也是要对美好生活有向往有追求 也去实践去践行这种追求的 所以我们说这种方式就叫俱乐部模式 俱乐部模式不是让你躺平他妈的玩的 好吧 啊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俱乐部模式 然后这个俱乐部模式我们也是在践行它 我们也是在做啊 我们也是做 也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有人他妈的要搞违法犯罪 那就是说 你这都是自己要把它清除掉的 我们自己要把它开掉也把它清除掉的 又不蠢的呢 你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啥 算了 饶他一命 这种小货色蛮可怜的 好吧 反正我们这个道理给你们讲清楚了 这个道理也一定是不能再简单不能再简单不能再粗钱不能再粗钱给你们讲清楚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指望这个东西对你的职业发展直接有什么了不起的牛逼的什么吊儿郎当的一些什么帮助的话 你不要做这个梦了 他他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在早期就是说一开始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啊 一开始能创造出来的就业内容 因为普遍的你们这个因为你一个人会其他人不会那你就不能够说带动了整个团队去做那个专门特殊化的一项服务啊 比如说你会汽车贴膜其他的10个人不会你难道就11个人去搞汽车贴膜公司吗 搞个屁我靠就另外10个人看着你一个人在那搞 你怎么按捞分配啊你只能那妈的卧槽10个人都给你当学徒我都不收一分钱 对不对你比如咖啡店就一个人会调咖啡是咖啡师或者是什么酒吧一个人会调酒另外几个人干嘛 我靠我这种情况大家劳动技能不匹配不协同不能相互补足的情况之下 你不如分散去打工了你只要能居起来你居起来你我靠你本来就有这个项目的你可以合法的这样这样的大家一块居起来吃饭呢 对不对你又不是居起来搞东搞西的你锻炼身体的 希望你们把这个想清楚想明白 有这么政治幻想的人太蠢了你手上有啥呀 你要有政治幻想 你先有一个亿人民币一个亿你再有这幻想 或者你能调动一个亿的资金你再有这幻想 那就不需要你幻想人主动去把你这个真的是让你混个什么什么什么身份了你懂吗 你都不需要有幻想你会指望着你给交税啊你懂吗 你调动调动一个亿先先把这个作为一个基本门槛 流感 这个 呃 做不到这个东西那你古着拜啊做不到这个东西古着拜 你没有啥社会动能的社会动能太弱了 你自己照着镜子你能他妈能他妈的能忽悠几个人忽悠几个人也是给你浪费的去送死的我靠 你能不能给人家保证一个吃喝拉撒睡的啊一个晚年晚不说晚年生活了医疗保保障了 你怎么日常的那个保证一个吃喝拉撒睡你都不能保证呢能干嘛啊靠啊 所以这个说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去进化啊一如既往的坚持去进化那些路都走不通那他妈送死啊都是错误的道路 然后呢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啊坚持什么不要被同化不要被你的阶级敌人同化啊啊不要把这个这个老家给卖了啊 让不要让他饿死也不要把他卖了也不要把他带跑带偏了这个老家一直是个老家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让他活着啊让他一直活着啊 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感激啊你花了这个他妈两个小时两两两小时二十分钟听我在隔着吹这个老家很重要老家很重要老家很重要啊 留该然后呢这个是你们这群人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法律上的一个集群一个团体你就是朋友关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好什么的爱好者呢 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生活啊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好者热爱者我始终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国民都是这样生活的对不对没有集体应该是来创造集体啊没有集体应该是本身就是说这个国家应该会给他创造好这样的集体让他热爱这个集体 所以说这才叫真正的集体主义 所以说这才叫真正的集体主义 然后把把你们送到这个什么市场逻辑里面纯粹原子化那样去斗争那样去他妈的被被这个分消消消解掉这个被被消散掉那种生活是 其实其实那过起来挺痛苦的啊挺痛苦的挺痛苦的 挺痛苦的 挺痛苦的 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讲到这里啊 OK就讲到这里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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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